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才是主间的平方合 Y bar减Y bar bar 然后这个是Y-Y bar 所以这个是什么 最低的减最高的是总平方合 这个呢 主内的是最低的减自己的平均值 主间的是平均值减总平均值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边戴了一个帽子 还是两个帽子的是 要注意的好不好 所以把它修正过来 刚刚这边少写了一个帽子的 了解吗 好 所以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你用数据能不能证明 这样子的数据能不能证明出来 SSTotal等于SSTreatment加SSL 能不能证明 什么叫做SSTotal 我们用数字证明一下 好了 SSTotal等于什么 请你看一下 SSTotal等于什么 等于就是 就是我的这个 对不对 每一个观测值 减掉总平均值 然后把它全部加起来 Z等于1到N I等于1到K 对不对 这相当于什么 实际的数字啊 把它带进来看看 它相当于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第一个观测值是什么 3减掉总平均值是多少 6 3-6的平方加 第二个观测值 7-6的平方加 通通通加到哪里 第一个Treatment是2-6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 第二个Treatment是多少 9-6的平方 再加上12-6的平方 即加 那加第三个Treatment是多少 1喔 1-6的平方 等等 总共有几项 15项 对不对 Z从1到N的话是5项 有三个Treatment总共15项 得出来的数值是多少 148 OK 这样可以吧 SS total等于这样 那 SS1 SSL等于什么 每一个 观测值 减掉自己内部的平均值 然后Z从1到N I从1到K 什么意思呢 来算算看 什么叫算算看呢 第一组的 第一个Treatment 每一个要减掉自己的平均值 是5喔 所以是怎么样子 是什么 3-5的平方 加上 第二个是多少 7-5的平方 加 通通通 加多少 2-5的平方 这个总共有几项 5项 对不对 然后第二组的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 9要去减谁 减自己的平均值 9喔 在那边 所以是9-9的平方 加上什么 12-9的平方 总共有几项 也是5项 然后第三组呢 是怎么样子 要减掉自己的平均值是多少 4的平方 加 总共也是5项 所以总共也是15项 对不对 他加起来 SSR的值是多少呢 78 OK 你要算SSTreatment 每一个Treatment的平均值 要去减掉谁 Yi减掉Y++的值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里面是怎么样 没有Z啊 Z从1到Ni从1到K 所以这个出来会变成是怎么样子 这个其实有几项 Z从1到Ni从1到K有几项 也是15项喔 只是呢 第一个Treatment的这5项 通通都一样 第二个Treatment的这5项也一样 第三个Treatment的这5项也一样 这样了解吗 Z从1到N的那个5项都一样 所以等于N的什么 这样子 它只有I是变数嘛 I从1到K 这样可以吗 变成这样子 没有问题 这样的意思 了解吗 因为每一项都是一样的啊 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 Z等于1的时候 也是Y1-Y++ Z等于2的时候 也是Y1-Y++ Z等于3的时候也是Y1-Y++ 所以Z从1到5个都是一样的 Y1-Y++ 然后在下面第二项 类似这样 所以它的数值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等于什么 5乘上几个呢 每一个都是Yi-Y++ 所以是什么样子 5减掉多少 6的平方加上多少 9-6的平方加上多少 4-6的平方 这样没有问题 可以吗 就五个啊 你要不要用 不要用5乘的话 就每一个每一个算 第一个的话也是5-6的平方 第二个的 这边的第一个 这边的第一个也是5-6的平方 第二个5-6平方 第三个 5-6平方 第四个5-6平方 第五个5-6平方 那第二个Treatment 什么 9-6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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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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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知道嗎?也是總共15項啊 但是呢 因為這裡沒有J 所以把他的N個都全部直接用成的就好了 所以他其實也是15項 只是呢 那5個J通通都一樣的 OK 好 所以得出來的數值叫一定是70 所以呢 這兩個相加等於他 你用數字來算的話 也證明是 是這個式子是成立的 這個sum square分出來是成立的 可以嗎?好 這個的話我們先把它擺一邊 接下來是要談的是 好 那我這樣子為什麼可以用來test 平均值之間是不是相同呢? 我這樣的sum square 我一個平方核分成兩個平方核了 我做了這樣 那為什麼我這樣分了以後 就可以用來test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這件事情呢? 好 我們要來開始講 什麼叫做access treatment? 主肩平方核 主肩平方核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子的內涵? 好 我們看看主肩平方核是什麼東西呢? 是 是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你不需要背就直接可以寫得出來 為什麼?主肩平方核是在看 各主的平均值跟總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所以呢 你只要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主肩平方核 所以你根本都不用背就可以寫出來 好 主肩平方核是這樣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呢? 好 我們先來看 假若我現在有一個族群 它的觀測值是Y1到YN 這樣的一個族群的話 no more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mu variance是sigma平方 但是這樣的一個族群的話 我可以取same more size等於N的一個樣本 那這個樣本呢 我可以算一個什麼 Y1出來 可以不可以 那我這樣子不斷地重複歸還取樣 得出來每一個樣本都可以算一個Y1 我把所有可能的樣本取出來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Y1構成的族群 這個Y1構成的族群是怎麼樣的? no more distribution 平均值呢? 跟這個母族群的平均值是一樣 mu variance呢? 是這個母族群的variance組長 sample size的大小叫N 這個面問題以前都學過 對不對? 而且快要爛掉了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新的觀念 好 我有這樣的一個族群 是Y1的族群喔 那我假設我現在有K的treatment 對不對? 我有K的treatment K的樣本 我手頭上有K的樣本 假若我手頭上這K的樣本呢 它是來自同一個族群 什麼叫做同一個族群? 這個是前提 假若我手頭上這K的樣本 它是來自同一個族群 什麼叫做來自同一個族群? 他們的母族群呢 都是怎麼樣? mu是相同 variance是相同的 這樣了解嗎? 假若所以是怎麼樣子 假若我就是說怎麼樣 我這些Y1一直到Y 那我手頭上取了K的樣本 我手頭上的這個K的樣本 Y1 bar一直到YK 就是我的這邊的 什麼Y1 bar、Y2 bar、Y3 bar 這個YK bar 這個K的樣本的平均值 是來自這麼一個共同的一個族群 也就是說他們的mu Y1 y到YK 他們的mu都是一樣的 variance都是一樣的 因為來自同一個族群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OK? 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是很重要的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樣本 我現在手頭上這個K的樣本 我可不可以算什麼東西? 平均值來估計他的平均值 可以 他的平均值是多少? Y爸爸對不對? 這是來估計誰? 估計這個的平均值對不對? 來估計誰? 來估計他對不對? 估計這個mu對不對? 可以嗎? 然後呢 我這個樣本 我是不是可以算一個variance 來估計這個族群的variance n分之sigma平方 可以吧 我這個樣本 y1霸到yk霸 我怎麼算他的variance 這些觀測值的variance 怎麼算? 是不是這樣 每一個yi減掉誰? 他的variance怎麼算? 每一個數值減掉什麼? 總平均值 y霸霸 把它平方起來 有多少個i從1到k加起來 對不對? 然後除以誰? 除以誰? 除以k減1個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鑽誰? 這個叫什麼? s平方 對不對? 誰的s平方? y bar的s平方 因為這個每一個觀測值叫y bar 就是這個variance的s平方 是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因為他的每一個variance都是叫y bar 然後減掉它的平均值 把它sum square起來 然後除上它有k減1的量本 是不是就是它的s平方? 沒有問題吧 就是我們平常算s平方 我們平常有一堆數值在這裡 y1一直到yn的話 它算一個平均值 這一個 這些variable的s平方 是不是每一個數值 就是減掉這一個樣本的平均值 然後把它sum square起來 下面除以n-1 是這樣 只是現在呢 這個每一個觀測值叫y bar而已 然後減掉它的平均值叫y bar bar 然後它有幾個樣本呢 有k個樣本 所以下面除以k減1 一樣的式子啊 有沒有問題? 照公式來的意思 照定義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數 這個是 這個sy bar平方是用來估計誰? 就是這個樣本的variance 對不對? 它用來估計誰? 用來估計誰? 用來估計族群的variance 是誰? 是這個 是用來估計這個的 對不對? 這個是樣本的variance 使用來估計族群的variance 那這裡有沒有問題?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它們都來自同樣的族群嘛 所以這一個的樣本是不是可以 就是相當於從這裡出來的 ok? 這樣子 好 它這裡喔 快要變魔術了 它出來跟我們的這個SS很像的 SSP很像 怎麼樣? 左右兩個式子 都把分母去掉 所以怎麼樣子? 我把它乘上 n 還有呢 k-1 左邊變成什麼樣子? 左邊的式子就變成什麼? n的 這個 yi-888的平方 i等於1到k 左邊是不是變成這樣 用來估計誰? k-1的 sigma平方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左邊這個是誰? SS treatment 可以嗎? SS treatment是不是這樣? 然後你就說 老實 你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什麼? z從1到n i從1到k 我剛剛已經告訴大家了 這個是什麼? 因為z從1到n是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寫成是這樣 對不對? i從1到k 這個就是我們的SST 就是它 所以SST是用來估計這個的 好 把它放在那裡 但是它有一個前提 這個不要忘掉 它放在這裡 如果這些k的y bar 這些k的y bar 這些樣本呢 所來自的族群是同一個族群 也就是說什麼? 什麼叫來自同一個族群 這些mu i是相同的 而且呢 所有的這些variants 也是相同的的意思 的話 它應該有這樣的特質 好 這個前提把它放在這裡 還有這個結果放在這裡 我們短過來看這個SST 好不好? 看這個SST是什麼東西呢? 好 SST 這個是主尖平方核 第一個 那麼我們看看主內平方核是什麼東西呢? 是什麼東西呢? 那SST照定義來 所以也不需要背 你只要想到那個式子 所以什麼叫SST 每一個YAZ 減掉自己的平均值 這個 對不對? 然後把它square起來 把所有可能的數值 全部都加起來 Z從1到N I從1到K 這個叫做我們的SST 可以嗎? 好 SST是在做什麼的呢? 我們來看 假設呢 我們這邊所有的K的樣本 1、1、2 一直到K 那每一個數值呢 裡面就Y1、Y1、2 Y2、1、1、2、2 每一個樣本 這樣下來 對不對? 這樣下來 那你每一個樣本 就可以除一個YBAR 對不對? 這樣沒有問題吧 OK? 好 又要來我例子了 如果 我記得這裡相當於怎麼樣 每一個樣本 就像是所來自一個族群的一個樣本 一個SAMPLE 我這邊有SAMPLE SIZE Z從1到多少? N的這樣子的一個樣本 那假若呢 每一個樣本所來自的族群的VARiants 是相同的的時候 那我現在可以先算是怎麼樣的 先算每一個樣本的S平方是多少 每一個樣本的S平方可不可以算 S1平方、S2平方 你只算到Sk平方 OK? 我每一個樣本都可以算一個S平方 然後呢 假若我這個所有 每一個樣本所來自的族群的VARiants 是相同的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些S平方 破在一起算一個平均的S平方 來估計這個共同的VARiants 我們有沒有講過這樣子的 把它破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用這樣的觀念 首先我們先看看 我們怎麼算每一個樣本的S平方 每一個樣本的S平方是怎麼算? 是怎麼算? YiZ減掉自己的平均值嘛 對不對? 自己這個treatment的平均值 把它平方起來 怎麼樣子? Z從1到N 這個就是Si的平方 這樣可以嗎? 每一個Si平方是這樣算的 可以嗎? 欸? 少掉了 下面要除以N-1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每一個S平方是不是這樣算? 第一個的S平方 就減掉自己的平均值 然後除N-1就S平方 第二個也是 第三個也是 第四個也是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說 如果 所來自 族群的 variants都是相同的 欸? 我這個If不一樣喔 跟剛剛的假設不一樣 什麼叫做? 它也是IfK的樣本 我也是K的樣本喔 K的樣本所來自的族群的 variants相同 我只有講variants相同 我根本不講 mu是不是相同這件事 我只有 我只要假設說 variants是相同的 我根本不管mu 我就可以怎麼樣子 把這些每一個Si平方 把它平均起來 然後算出一個 負起來的S平方 來估計這個共同的variants 可以嗎? 怎麼算? 我們本來 S平方是怎麼樣? S平方乘以什麼? 它的dequiaire freedom N-1 然後再加上S平方乘以什麼? N-1 再加上咚咚咚咚 S平方乘上N-1 圖上多少呢? 圖上怎麼樣? K的是不是? N-1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這樣做? 我們把它 所有的S平方除以 它的dequiaire freedom 變成sum of square 所有sum of square加起來 然後呢 所有的dequiaire freedom加起來 就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怎麼樣? 因為每一個都是N-1 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就把每一個的N都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N-1 就不要看它 所以就直接來做是怎麼樣? S平方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 所有的這個Si平方加起來 除以K的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是乘N-1 又除了N-1 是一樣的啊 就直接把它平均起來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 用它來估計誰? 估計共同的S平方 S平方 是不是 如果他們所來自的S平方 都是相同的 那就可以把它平均起來 用來估計共同的S平方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我們把它算一下 Si平方把它帶進來 所以是什麼? I從1到K的 Si平方是這樣子 這是什麼? Z從1到N的 N-1YiZ-Yi的平方 下面除以K 用來估計誰? C法平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把它帶進來 把這個Si平方放到這裡來 就變成這樣 OK 好 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把分母再去掉 所以分母去掉的時候呢 就乘以什麼? N-1乘上K 那左邊的這個式子 就變成誰呢? 變魔術一樣啊 就是變成我們要的這一個 Sum of square oh什麼? arrow 用來估計誰? N-1乘上K的Sigma平方 這個是什麼? 主內平方和SSR 是用來估計這個的 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的話 它是用來估計這個的 好 所以到這裡 我們要做一點點的整理 我們的SST 我們通常在做ANOVA的時候 會出來這樣子的一個表 叫做ANOVA的表 我先把它寫出來 你通常會看到這樣的表 一個叫做什麼? SOV SOV的意思呢 是代表的是Source of Variation 變異有哪些? 那我們的變異有什麼? 有Treatment的效應 或者是呢 我們在這邊是飼料 不同的飼料的效應 我們這邊就可以寫飼料 兩個字就是我們Treatment的效應 還有呢 arrow 還有total 所以我們的Sum of Square 可以有什麼樣的Sum of Square? 有SSTotal 有SSR SSTreatment 那麼這兩個加起來等於SSTotal 就是SSTreatment加SSR 等於SSTotal 所以其實你真的在計算數字的時候 這三個裡面只要計算兩個 一個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就自然出來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加起來等於這個 好 還有呢 會寫什麼? Degree of Freedom 就是Treatment的Degree of Freedom 有幾個 Treatment的Degree of Freedom 怎麼算呢? 我這邊的Treatment的話 假如有K個的話 我就是K-1 它的Degree of Freedom OK 那你其實你可以看 Treatment的Sum of Square 也知道 它怎麼樣子 它是K-1個 OK 然後呢 SSR的話是怎麼樣 N-1個 每一個都減掉了什麼? 減掉了自己的Y bar 所以呢 每一個都減掉一個 然後呢 乘上有K的 這是它的Degree of Freedom KN-1 那總共有多少個? 總共有KN的 然後減掉一個 減掉誰呢? 減掉Y bar bar的Degree of Freedom 那所以呢 這兩個加起來也等於它 Degree of Freedom加起來也是這樣 它的Degree of Freedom 這個Sum of Square 也就是說 這個Sum of Square相加等於它 這個Degree of Freedom相加也等於它 好 所以我們可以算一個叫MS OK 所以用這個Sum of Square 除以它自己的Degree of Freedom 出來就叫做MS Treatment 這個呢 叫做MS Arrow 我們通常會寫這兩個 就用這兩個數值相除 用這兩個數值相除 MS 那我們剛剛提過了 一開始就提過 MS其實就是什麼? S平方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到這裡來看 我們的SSE是這樣 假如 我們把它挪到這裡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 我們的我們的SST 假若前提成立的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來估計什麼? 是用來估計 估計什麼? A減1個Sigma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的FST MST 假若剛剛的那個前提成立的的時候 應該是來估計誰? Sigma平方 有沒有問題? 因爲什麼? SST的Degree of Freedom 就是K-1 所以呢 它除以K-1以後變成MST 這個除以K-1以後 是不是變成是來估計Sigma平方 可以嗎? 所以MST 所以MST是用來估計Sigma平方的 還有呢 繼續看 我們的SSE 我們的SSE 是用來估計什麼的? 是用來估計 什麼? N-E 對不對? 是用來估計 是不是這樣? 假如前提成立的話 它是用來估計這個的 所以呢 我們的MST 是用來估計什麼的 用來估計什麼的 用來估計什麼? 一樣是Sigma平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MST 是用來估計什麼的 所以MST也是用來估計Sigma平方 MST也是估計Sigma平方 如果我們那個前提成立 也就是說 假如這些 這些 所來自的族群的平均值跟variance 是相同的時候 那我的MST除上MST 應該會怎麼樣子? 是不是就相當於兩個S平方 它都是估計共同的Sigma平方 就應該會followF distribution 所以這個應該就會followF distribution 可以嗎? 因為MST就是一個S平方 MST也是一個S平方 這兩個都是在估計共同的 同樣的一個variance的時候 所以呢 這兩個一除 應該會followF distribution 所以呢 在這裡有一個F值出來 F值怎麼算呢? MST去除以MSE OK 所以倒過來是怎麼做呢? 我就用了這個值 然後MST去除MSE 出來的值呢 我去跟查表 查表 查F表 F表 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分子的Degree of Freedom 就是K-1 分母的Degree of Freedom 就是K乘上N-1 這樣子的一個表 去跟它比比看 也就是說怎麼樣子呢? 查表是多少? K-1 還有呢 Kn-1這個表 去看什麼呢? 去看這個F值的表 然後看看它是不是發生在 這個F的機率很大的一個地方 還是發生在機率很小的地方 假如它發生在F機率很大的地方 我就接受它 接受什麼? 接受說它原來是來自同一個族群 假如發生在機率很小的地方 我就拒絕它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為什麼會變成是Active Footribution 這樣子 好 到這裡還有一點點都不太合 你可能不太 完全被說服的是什麼? 就是說 這裡有兩個假設 一個說是怎麼樣? 一個說 一個說被我插掉了 一個說呢 他們K的族群的Variants是相同 一個說Variants是相同 Mu也相同 那麼呢 要是Variants都相同 但是Mu不同的時候會怎麼樣? 那我這邊 我還有呢 我在F-Test的時候 我這兩個S平方 誰要放分子 誰要放分母 隨便都可以 那我在這裡 一定要把MST放分子 MSE放分母嗎? 為什麼呢? 我接下來就要告訴你說 假若 假若怎麼樣子 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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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是不同的 Mu 這些所來自的族群的Mu是不同的 但是Variants是相同 會怎麼樣? 我就要告訴你這件事 假若Mu不一樣 Variants是一樣的的時候 If這個的時候 不是來自同一個族群 是Mu是不一樣的時候 會怎麼樣子呢? 那 組內平方合一點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不要理他 因為組內平方合根本都沒有要利用到說 它的Assumption是說是Mu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他只要用到說Variants的關係而已 所以假若Mu不同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會改變而已 組間平方合會改變 組間平方合會怎麼改變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所以我們先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談的是 如果MuY是不同的 但是Variants是相同的 那麼只有誰會有可能改變? 因為它會有可能改變 組間平方合變成怎麼樣? 變成怎麼樣呢? 因為組內平方合不會改變 對不對? 組內平方合根本跟Mu沒有什麼關係 好了 為了要解答這個東西 我們做了一點點數據 然後大家可以去製造出來的數據給大家來看 大家可以回去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今天大概講不完 大家可以回去算一下 我要讓大家回去算的是什麼? 你回去算了以後呢 你來做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那怎麼樣來做呢? 假設我這邊有一個族群 我這個族群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呢是等於多少? 50 Variants呢等於100的 然後我從這個族群取了兩個樣本 每一個樣本都是N等於5 N等於5 我把它的樣本的值寫出來 OK? 一個值寫出來一個是50 57 42 63 32 那這個樣本呢 是55 44 37 40 52 好,我有兩個樣本 這邊是怎麼樣? 這兩個樣本相當於是怎麼樣? 我這邊有K的Treatment K的樣本 那我們本來應該要讓 所謂的K要大於等於3 對不對? 那為了要簡化這個概念 讓大家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就只用了兩個樣本 K等於2而已來看 所以你現在要看的就是說 我這邊相當於我取樣裡面的兩個樣本 但是它所來自的族群的平均值 跟Variants都相同的時候 那麼我假如要來算它的SY bar平方是怎麼樣 所以我這邊的Yi是多少? 48.8 45.6 然後Y bar bar是多少? 平均值是多少? 47.2 那我這邊這兩個樣本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算一個Y bar的平方 OK? 就是相當於是什麼? 我現在有兩個樣本的平均值是這個 對不對? 這兩個數值的變異 我怎麼算的呢? 是不是這樣算? 48.8 減掉什麼? 47.2的平方 加上45.6 減掉多少? 47.2的平方 途上多少? 2減1 是不是這樣算? 這是主間平方合的算法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算? SY bar的平方 這個可以算一個數值 叫5.12 這個是什麼? 假設這個兩個樣本 所來自族群的平均值variance 都相同 然後呢 我們要製造一下 這兩個樣本 所來自族群的平均值是不同variance 是一樣的 怎麼製造呢? 唉 你想過什麼? 他每一個觀測值 都加上某一個常數的時候 它怎麼樣? 它的variance不會改變 但是呢 平均值會改變 好 那我們就用這樣的技巧 這一個樣本 相當於怎麼樣子? 我這邊的mu 怎麼樣子? 加了10的 所以我這邊的mu 是等於60來的 所以我這邊的 所謂的這五個樣本 變成多少? 每一個數值都加了10 變成67 52 73 42 對不對? 那另外的一個呢 變成是多少呢? 是加減了10的 也就是說我的mu變成是多少呢? 40來的 所以呢 得出來是多少呢? 45 34 27 30 42 也就是我把每一個觀測值都減10了以後變他 對不對? 你可以算他的y bar yi 是多少? 58.8 就比他加了10 這邊的y bar呢 是多少? 35.6 y bar呢 一樣 叫做多少? 47.2 那你是不是可以算這兩個樣本的所謂的sy bar的平方 一樣的算法 主間的變異 怎麼算呢? 一樣就是什麼樣子呢? 58.8 那減掉誰? 總平均值47.2的平方 加上什麼? 35.6 減掉47.2的平方 圖上多少? 2-1 得出來是多少? 這個數值269.12 你看到了什麼現象? 這個是什麼? 這邊是 這邊是mu i是相同的 這邊呢 mu i是不同的 但是他們的variance都相同 對不對? 這邊是variance 跟這邊是一樣 對不對? 就是這兩個樣本所來自族群的 variance相同 但是mu i也相同 這邊呢 這兩個樣本所來自的variance相同 mu i不同 你可以看到這個sy平方在兩邊 這邊有什麼差別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現象呢? 看到什麼現象? 看到的現象是什麼? 是 第一個 sy平方 什麼? 增加很多 你可以看到 對不對? 就是什麼? sy大的平方增加很多 什麼? 主間的變異 就 平均值的變異增加很多 那所增加的量是多少呢? 就是他的期望值 是多少? 所增加的 所增加的 所增加的平均量 所謂平均量就是說 他所有可能的樣本的平均值 就是說 所增加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是什麼? 這些mu的不同 這邊有很多個mu對不對? 這邊變成mu1、mu2 到到muk對不對? 這些mu現在怎麼樣? 不同的 這邊的mu是怎麼樣? 這邊所來自的mu1跟mu2 到muk是相同的嘛 對不對? 那所增加的 為什麼他會增加呢? 他增加在不是 什麼原因呢? 是這些mu 這些族群的mu 是不同的 mu1減掉 假如他有 平均的mu值的話 是不是這樣子 假如你看看是這樣子 所以增加了哪裡? 增加了這些mu值的不同 所帶來的這個變異的值 所以我們現在的 Sy bar平方 在這個mu是不同的的時候 它是什麼樣子? 它的估計值呢? Sy bar平方的估計值呢 已經不是只有sigma平方了 n分之sigma平方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的 是什麼? 還要再加上一個 你的因為你的mu的不同 the variance OK? 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E xy bar平方變成這樣 我剛剛所講的 它的估計值的話 其實就是說 假如它的期望值的話 應該等著 原來我們說 它假如來自同一個族群的話 它是不是等著它 n分之sigma平方 但是呢 假如它的mu是不同的的時候 不只這一項的 還要再加上這一項 OK 所以呢 請你回家去算一算 假如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的MS treatment 跟MSE的期望值 應該變成是多少? 也就是說呢 MSE不會變 還是在估計sigma平方 但是這個時候 MS treatment變成是多少呢? 你會看到呢 EMS treatment 變成是多少呢? 現在是在估計sigma平方 加n倍的sigma mu平方 這樣子 好 我們最後 所以要下結論 所以它其實真正的期望值 是這樣子 所以表示說什麼呢? 假若 假若我的mu i是相同的話 mu i是相同的時候 如果我的mu i是相同的時候 那我這個數值是不是就等於0 mu的變異就等於0 mu的變異等於0的時候 那MSE跟MS treatment的期望值 都是在估計sigma平方 所以兩個相處 就會follow F distribution 了解嗎? 那假若呢 我的mu i是不同的的話 這個數值一定是大於0的 所以呢 我的怎麼樣 我用MS treatment去處理MSE 應該是怎麼樣 遠遠會大於等於1的 對不對? 因為我的分值呢 MS treatment的期望值 這個都是正的值 N也是正的值 Cmu的平方也是正的值 所以這個值會大於0 而且會怎麼樣 我的N越大的話 越sensitive 越敏感 因為N越大的話 一乘這個 這個值就大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MST除以MS1就會遠遠的 MST會遠遠的大於MS1 所以呢 這邊再加一下 我的F test的時候 永遠用單尾的 而且用怎麼樣子? 用右尾的 我的R話全部放在一個尾巴 也就是說呢 當我們做這個 critical region的時候 我們的0.05或0.01 全部放在右邊 因為呢 我們的F test是甚麼? 我們的F是MST去除以MS1 所以 當我們假如看到說 我們的MST比MS1大很多的時候 就跑到這個F變很大的值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反過來你就知道怎麼樣 MST為甚麼會比MS1大很多? 所以更是不等於0的 這樣的意思 聽得懂嗎? 所以這就是他為甚麼要這樣來做的 而且呢 MST請大家記得 永遠放在分子 MST放在分子 然後出來的F test 你的α永遠是單尾 而且放在右尾的 因為只會MST大於MS1的 OK 假如MST小於MS1的話 表示甚麼? 還是這個平方是等於0的 了解嗎? 可以嗎?